古代法律是如何维护孝心孝行的 为何古人把诚信视为安身立命之本 忠诚守信如何根植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 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名利官 千功敏让 蕴含着怎样的人生智慧 对于不义的行为 古代法律将施以怎样的严惩 为什么说上年之耻 是传统社会对一个官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探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想精髓 解读古人德法和志的闪光智慧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理法中国》 敬请关注 在传统社会中 中就是指中军爱国 作为中国人几千年的道德信仰 终在今天有哪些新的纪录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 可是我们真的了解诚信吗 诚和信各自的内涵又是什么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理法中国》第五集 忠诚首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校替这种法律观念与法律的结合 今天我们来讲中信的道德观念是怎样和法律结合的 古话说 如有不保机密 而中信以为保 儒家呀 他不把黄金美誉当作宝贝 反而把诚实手信的品格当作宝贝 什么宝贝呢 人们安身立命的宝贝 中是调整军臣关系的道德 传统社会 军国一体 君主就代表了国家 中军等于就是爱国 那么中军报国就是咱们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信仰 你的行为符合这个信仰 道德就会褒奖你 你的行为违背了这种信仰 法律就会惩治你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 汉武帝时期 非将军李广的孙子叫李宁 这个人跟他爷爷一样 也特别会打仗 公元前99年 也就是汉武帝天汉二年 二次将军李广利带三万人进攻匈奴的右贤王 李宁带五千人指导匈奴王庭 结果走到了郡基山 在今天阿尔泰山山脉的中部 就碰到了残余的八万部队 就被那八万人给包围了 但是李宁很会打仗 所以他取得了好几次的胜仗 杀死了匈奴一万多人 但是最后由于没有救兵 由于没有粮草的资源 弹尽良绝战败被俘 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很冒火 简直是全身冒烟 召集文物大臣就来讨论 说李宁被匈奴抓住了 肯定就投降了 所有的大臣都是这么说的 李宁投降了 只有司马迁为李宁说好话 这个时候汉武帝正在气头上 当时就下命令给司马迁判了个恭喜 那你跟李宁是一党的 后来又听人说 李宁不但投降了匈奴 而且还帮匈奴人练兵 这下汉武帝就更冒火了 于是逐林家 母帝妻子杰弗朱 把李宁一家老小全都给杀了 后来才知道 那个帮匈奴人练兵的人叫李旭 也是一个投降的汉人 所以李宁一家被逐渡 实际上确实是个特大的冤案 由此可以看到 当时投敌叛国 是要被处逐渡之刑的 在汉书景帝纪的著文当中 是这么记载的 《律》 大力无道 父母妻子同产 劫气室 大力无道 这是一个很广泛的罪名 投敌叛国属于大力无道的一种 那么投敌叛国的 他的父母 他的妻子儿女 他的兄弟姐妹 都要受到连作被处死 这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 足三足 汉朝以后 宗德道的观念 跟法律结合都越来越多 在十二罪的罪名当中 有四个罪名 跟宗这个道的观念有关 谋反 就是企图推翻当朝政权 这是一个罪名 谋判 叛国投敌 这是一个罪名 谋大力 破坏皇帝主庙 宗庙 挖皇帝祖坟的行为 大不尽 妨害皇帝人身安全 冒犯皇帝尊严的行为 这四个罪名 都是十二罪 一旦犯了 是不会受到赦免 从汉朝往后 儒家思想 深入人心之后 这个宗啊 越来越变成了愚宗 单方面强调成名 对君主尽忠的义务 和先秦儒家提倡的 就有些偏离了 因为先秦儒家提倡的是 君人成忠 君主对臣民要仁爱 臣民对君主要忠诚 他具有一种对等性 但是汉以后呢 这个忠就是单方面的敬忠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愚宗 比如说 岳飞的金忠报国 就有愚宗的表现 到了今天 我们时代进步了 也不再提忠君这个概念 更是要批判愚宗 但是报国这个道德观念 是值得提倡的 是千古不变的美德 所以我们国家刑法分择的第一章里面 就叫违害国家安全罪 违害国家安全罪 下面分射了十一个罪名 最重的刑法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由此可见了 中这种道德观念 一直是受到法律维护的 人无信不利 也无信不兴 古往近来 我们中国人都把信 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那么诚和信 各自有着怎样的含义 为什么说诚信 不仅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还是一种人生智慧 那么讲了 忠与道德的结合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 信这种道德观念 与法律的结合 先来说一个失利 清代苏征无限 有一个人叫蔡宁 他的朋友呢 在他那存放了一千两黄金 由于双方关系很熟 所以就没有立字句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 没有给他写条子 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朋友就死了 大家想一想 别人在你这放了一大笔钱 又没写字句 现在人又死了 死不对证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蔡宁他把那千两黄金 拿去还给了朋友的儿子 朋友的儿子感到很吃惊了 说我父亲没有说 在你那存放过黄金 何况存放这么多黄金 哪有不利字句的呀 我也没看到字句呀 蔡宁说 蔡宁说字句在心中不在纸上 说完就把黄金给还了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诚信这两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在早期字典 在早期字典说文当中是这样解释的 成信也从言成生 说文又讲 信成也从人言 由此可见 成就是信 信就是成 这两个有联系 但是也有区别 我们看成这个字 一个言字旁 这边一个成 什么意思呢 古代 这个成字指的就是 黄金白银的橙色 一个言一个成字 就是说 说出来的话是成的 说出来的话是成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纯的 是不参加的 明星之际的思想家 王福之就说成 以言其实有二 怎么意思呢 就实际上有什么 你就说什么 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 实话 实说 信呢 一个丹利人 这边一个言 就是人说出来的话 古代那个时候 技术不发达呀 没有子也没有笔 所以经验技术的传递 都靠的是言传口授 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 没有今天的人 那么多花花肠子 所以清代文字学家 段逸才就说 信是什么呢 人也而无不信者 人们说出来的话 没有人不相信 相当于我们今天讲 说话算话 孔子说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成呢 主要是指一个人 内在的心态 蔡林说 字句不在子上 在心中 就是指一个人 心中有成 而性呢 主要指的是 外在的行为表现 蔡林把黄金 还给他朋友的儿子 这个举动 就是外在的性 所以成 指内在的心态 性指外在的行为 只有内心 有成的心态 外在才会有性的举动 东汉市有一个名士 叫韩伯修 本来他是可以去做官的 但他不愿意做官 他愿意干什么呢 愿意到山上去采药 拿到市场上来卖 而且呢 言不二价 就他卖的药 不讲价 诚实守信 大人如果不方便的话 完全可以委托小孩 到他那去买药 根本不担心会受骗 童手无欺 不像我们今天 你要到装修市场 去买个水龙头 明码标价 可能是三千元 你会讲价 三百块钱就买回来了 不会讲价的 那你就只能拿三千块钱 有一天 有一个美女呢 到韩伯修的药摊上去买药 看她的药很好 就问 你这个药怎么卖的呀 韩伯修伸出 两根指头说 二两银子 美女说 二两太贵了 能不能便宜一点 一两半吗 韩伯修不行 二两 这个美女一想 她不将价 就跑到其他地方去赚 赚了半天 还是觉得 韩伯修的药好 又回来了 跟她说 先生 你这个药确实好 我给你加价到 一两八千银子 你卖给我吗 韩伯修 还是伸出两根指头 二两 这个时候美女就生气了 说你这个老头 咋回事呢 不非你是韩伯修吗 这个美女 她确实是外地来的人 她不认识这个韩伯修 有她这个话也看出来 韩伯修因为诚实守信 而声名远扬 别人都知道 她是言不二将 诚信 是一种高尚的品格 其实她还是一种 人生智慧 尤其是做生意 诚信可能会给你 带来更多的财富 因为一个人 如果不守诚信 只把眼睛盯着钱 卖假售假 那么跟你打交道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 等于自断财路 反之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别人都很信任你 都愿意给你打交道 你的商机就越来越多 那你就肯定发大财了 因此诚信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 它也是一种智慧 传统社会中 人与人交往 主张要诚实无欺 恪守信用 说话做事 强调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孔子更是指出 诚信要内不欺几 外不欺人 古人为人处事 为何如此看重诚信 诚信又是如何根治于 我们传统文化之中的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离法中国第五集 忠诚首信 中国传统社会的诚信 应该是比较盛行的 为什么呢 光是靠道德的提倡 那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法律的保障 西州时期 对经济交往当中 违反诚信的行为人 是要判刑的 判什么刑呢 默刑 就是在脸上刺刺 说是刺刺 其实刺的是一些图案 圆形的呀 方形的呀 刺的深度有三分的 有七分的 有五分的 刺完了之后 还在你脸上 抹上一些植物染料 过上一段时间 就洗不掉了 所以这种赤了字的人 走到大街上 别人一看 这是个不守诚信的人 我不跟你打交道 或者跟你打交道的时候 小心一点 这和我们今天人民法院 在公开的媒体 公布老赖的名单 原理是一样 朋友们可能熟悉一个词汇 叫不词 我们今天说不词 就是表示 瞧不起某一个人 我们都懒得提起他 而在古代 这个不词啊 它是一种负物家刑 违反了诚信原则的债务人 除了要吃证以外 还要给你判个不词的刑法 有学者研究 说不词是一种资格刑 就是被判不词的人的户口 跟正常人的户口不在一起 叫不得列于平民 到了明清时代把它称作 打入令策 这种不词的刑法 它就来源于一种 虚廉耻的古理 古人见面 首先问啥 你叫啥名字 然后问啥 贵根几何 就要问年龄 这个就叫虚廉耻 不像我们今天 人与人见面是不问年龄的 尤其遇到没你 更不能问 你问了就是找抽 那个时候之所以要问年龄 主要是 你知道对方跟你年龄的差距 你才知道用什么理数去对待他 长则胸是之 如果对方比你大几岁 你就要以胸长之理去对待他 背则俗伯是之 如果对方比你大一背 你就要以苏伯之理去对待他 所以不此这种刑法 一是户口不编在一起 二周围的人都不跟他虚廉耻了 不跟他打交道了 我们今天是一个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 所以两家人住对门 几十年都不认识 可能理解不了不此的滋味 在古代是农业社会 大家都在一个地方生 在一个地方长 在一个地方死 生于世 老于世 死于世 是一种乡主 俗人社会 一个被人不齿的人 那个职位肯定是很难过的 汉唐以后 对违反诚信的行为人 既要让他还钱 还要判刑 现在就不是肉刑了 唐律当中规定的是 各令备场 你欠别多少钱 该还就得还 第二 判刑 拖欠的时间越长 拖欠的数量越大 判刑就越重 最轻打二十下屁股 最重打一百下 仗一百 或者判一年徒刑 宋元明星 基本上研习了 这种立法的模式 那么古代 不光是对经济交往当中 失去行为要用刑法 其他民事行为 如果你有欺诈行为 都是要用刑法来制裁你 比如说谈婚论嫁 你欺骗了别人 别人在你这儿 继承物品 你据为己有 捡到别人的财产 据不归款 那都是要判刑 话说有一个媒婆 给南方介绍了一个女的 她说 我给你介绍这个女的 漂亮哦 沉淤落雁 碧月修花 只是目前没有什么 南方一听 这么漂亮啊 请 娶吧 通过婚姻六礼 就把这个女方 娶回来了 娶回来 把盖头一接 发现这个女的没鼻子 那怎么行呢 就去找媒婆扯皮 你说 介绍这个女的很漂亮 怎么没鼻子啊 媒婆说 我跟你说清楚了呀 你咋说清楚了呀 媒婆说 我说的是 沉淤落雁 碧月修花 只是目前没有什么 目前就是眼睛前 眼睛前能看到啥 只能看到鼻子 所以我跟你说清楚了 那这是媒婆的狡辩 如果落到官府去 这个媒婆 必定要被打屁股 受刑法的制裁 所以传统诚信 这种品德 既靠道德的宣传 又靠法律的保障 他得到了良好的发扬 这样的典范 也是不胜美举 比如说南宋 就有一个人 叫陶氏翁 陶氏翁呢 他是个染布的 开的染布房 横手诚信 有一个卖布的商人 到他那批发布 发现他那个植草 有问题 有前几天来 一个卖植草的商人 陶氏翁用四百万钱 把那个人的植草 全部买下来了 这植草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染布的原料 这一天来 这个商人就跟他说 你这批植草是假的 而且还告诉他 检验假植草的方法 当场就拿来试验 一试验 发现那四百万钱买的植草 确实是假的 那损失就大了 结果这个进布的商人 就跟他说 没关系 虽然这个植草是假的 但是还是可以染布的 只是染布的质量要差一点 到时候便宜点卖出去 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过了几天 这个批发布的商人 就到他那来买布 结果陶氏翁跟他说 我那植草还在 今天没布给你 而且当着那个商人 把这一堆植草全部给烧了 他说 我宁愿自己受损失 也绝对不会卖假冒伪劣的布皮给你们 陶氏翁就是这样诚实守信 所以他这种品德 对他的子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子子孙孙 后来都成了大富翁 成信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年来 成信缺失日益严重 那么成信的流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成信危机呢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礼法中国第五集 忠诚守信 人性是趋利避害的 当一个人失去诚信 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他就不敢了 一个人不守诚信的行为 受到的惩罚很轻 他就会失信 近代以来 我们向西方学习 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一集我们已经提到了 一是道德和法律分开 二是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分开 在经济交往当中 违反诚信的行为 以前是当作犯罪 但是清朝末年以后 这种行为 它只是民事违法 不再是犯罪了 比如说 我欠你一百万 到期我就不还你 你来问我要 我也不还你 你找中间人来找我说 我一是还你等金 二是给你利息 我还是不还 因为中间人对我没有约束力 那么你到法院去告 法院他也只能这么判 返还本金 一百万 支付违约金 如果没有违约金 约定的呢 支付银行同期贷款率力 法院这个判决书 在我看来 根本不具有法律的作用 因为中国人 几千年形成的习惯 就是犯法 你只要犯那法 要么打板子 要么砍头 要么坐牢 近代以来发现 有违法 还有犯罪 而违了法的是 不会被打板子的 不会受到什么制裁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看来 这样的法律 那简直就是隔靴捎痒 点到为止 那简直就像歌唱的那样 温柔又大方 正因为这样 正规的经济交往当中 违反诚信的行为 前赋后继 日常生活当中 违反诚信的行为 更是分子塔来 我们中国人 几千年形成的观念 就是认为只有刑法 才是法 除了刑法以外 那些法律 他们认为太温柔了 不是法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认为 对某些债权 债务关系很明确的 而且债务人主观上 有恶心的这种案子 可以直接用刑法来调整 当然我这个观点 恐怕很多法学界的人 会反对我 但是我认为 民事行为不可行 这种理论 是近代我们向西方学来的 也可能这种东西 放到他们那儿是先进的 但是你拿到中国来 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而且民事行为不可行 这个理论 在我们现在制度建设当中 也是很矛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法律 在理论上分成四种 合同之债 侵权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 无因管理之债 你说民事行为不可行 那你这四种债 都不应当用刑法来调整 结果 我们现在是不当得利之债 恰恰是直接判侵权罪 所谓不当得利 就是捡得他人财物 拒不归还 那既然这个玩意儿 就可以用刑法来调整 为什么其他不能呢 而且 我都五十来岁了 我活这么多年 我巴不得天天捡到钱 但我这一辈子 没捡到几十钱 可见不当得利 这样的行为跟我们每个人没有多少关系 然而合同之债 跟我们每个人关系很密切 你买房子合同 买车子合同 加油合同 干什么 离不开合同 既然成型危机这么严重 为什么我们不能突破民事行为不可行 这个理论质顾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有先例 以前酒驾醉驾 使用的行政法在调整 这个问题基本上 自立很久都自立不住 很多人喝了酒都开车 后来酒驾入行了 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在80毫克以上追究它的刑事责任 那么自从这一条法律出来 就是把以前的行政处罚变成了刑事违法 酒驾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很多人出去喝了酒 他就不敢开车 开车他就不喝酒 由此还刺激了一个新性产业的出现 那就是代价 我想我们在民事领域 在经济交往领域 如果对某些案件直接用刑法来调整 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迎刃而解 诚信危机也会随之而消除 结合古今的情况来看 我们发现只有对违法实信的行为 加大打击力度 充分发挥刑法的治理功能 才能使人不敢失信 使人不能失信 诚信的道德观念才能得到发扬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必贵来必去 少必老 轻必重 在古代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 还是对待民和利 能做到谦让不争 都被视为一种美德 那么传统礼让文化 蕴藏着怎样的智慧 礼的道德观念又是如何与法律相结合的 在下期节目里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礼法中国第六集 千功礼让